我们家这些菜都是随便吃 六七十种菜随便你选 吃多少都行 哪怕全部分菜都行 但是你不能浪费 炒啤酒呀 香辣鸡翅 这是若姜鱼头 红烧大鱼块 粉子肉 若姜人最喜欢吃 这个粉子肉很好吃的 这个是香辣鸡杂 鸡块烧土豆 这个是红烧鸡 还有红烧鸡翅 做常烧咸菜呢 我们的食材都新鲜 这是我们这边的豪豆米 它这个豪豆米是甜的 这是青椒肉 是家里那个黑木 新鲜的小河下 小毛鱼和大虾 咸鸭腿 烧那个老豪豆 这是我们家的小鸡鸡呢 我要是吃个炉蛋 我就吃回门了 对啊 刚刚一个老大爷 夹五个去了 人家的红烧肉都是非得多 你这咋那么多 都是瘦的 因为我们这边 有的好多小姑娘 也喜欢吃瘦的嘛 所以就多搞一点瘦的 放给面嘛 如果我吃你吃完红烧肉 你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生气 你只要吃瓜 我看一张喊 这是我们旺江口味的啤酒呀 就是用我们这边的神灵味道 那个口味去调的 一天要卖四五锅 我感觉你不是在做省仪 你是在做吃饭 反正也是方便附近的 像附近的邻居 左邻右舍呀 还有这上班的 还有小朋友上学的 他们都在我家吃得多 说我们家的菜又多又好吃 那你这附近 有没有解放邻居 就是长年不多 放到你们家来吃 有有 我开了15年了 这回头客 基本上好像都是 百吃不厌的那种 六七十总菜 谁给你选 你说多好 要吃辣的就吃辣的 不吃辣的就不吃辣的 这个咸辣椒跟这个 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掖出来的 13年前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五块 现在呢 是物价渐渐的升高 太高了 我们在以那个价格的 这些菜根本够不回来 然后我们就是 集体要涨一点 就涨了十块 十几年的生意嘛 也做出感情来了 基本上都是老客户 都是周边啊 上班啊 还上学的那些小朋友啊 特别喜欢到我家来吃 现在一共大概有多少菜品 大概有六十三个左右 董菜大概有二到三十个左右吧 这就是蒸鸡蛋 因为老人有的时候 腿脚不方便卖的 还家里好的好的 在家里 大爷饭上火啊 嗯 你这一碗炖鸡蛋在外面 卖四块钱了 对啊 这个是肉片菇子汤 铃耳莲子汤啊 对你们这些男生喝的特别好 像那农民工大姐大哥他们呢 有的时候热甜的时候 我会让他们拿个碗过来 带点过去 然后下午吃 嗯 这一碗 吃会啊 我只要吃一碗 一次能吃几碗饭 一碗饭 一碗饭 饭只一碗饭 一碗菜 一碗饭一碗菜 大爷爷是猛吃肉啊 猛吃肉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吃 老板娘说随便吃是不是真的 对 随便吃 我演得这么胖 我就专门吃饭呢 嘿嘿嘿 有其他 这一套是是是是 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杀鸡的 十块钱哪里吃 买了什么菜呦 你们老板娘要吃一碗面条的多少钱 哎呀 十五嘞 大爷爷一看也 副菜也能吃啊 我能吃 我一餐也吃两碗的 老板娘早晚都说 随便吃 嗯 这十块钱不能拿饭就行了 我希望是中热的 真的不方便的呀 或者是感觉到不想做饭的呀 就是老人呐 腿脚不便的 残疾人 他们看到了以后 都可以到我家店里来免费吃饭 这个社会要这样和谐起来 你看多好啊 小爱去成大爱 大爱去改变世界